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车停到车位 然后拿起后背箱的雨伞冲到大门口 我爸蹲在保安亭里 嘴唇不停地哆嗦 我从未动过他的钱 我的贡献发下来 我都会缝到那件夹傲那兜里 从来不会装到苦兜里 苦兜里的那钱也确实不是我的 我爸喃喃地说着 用袖子抹了抹眼泪 听我爸这么一说 我知道婆婆又在使妖蛾子 仔细回想起来 从我爸来城里的这三个月 婆婆就没有消停过 我娘家条件不好 我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哥哥 如今三十大几的人了 还没讨到媳妇 父母总想着多帮哥哥存些钱 待他们百年之后 哥哥的生活能有个保障 我爸之前一直跟着建筑队干钢筋活 又累还无危险 冬天握着冰冷的钢筋 夏天钢筋能粘在手上 如今爸年龄大了 我妈说什么也不让他跟着上架子 毕竟人老了 眼神和腿脚都不好使了 我妈唠叨着 让我在城里帮我爸找个打扫卫生的活干干 轻松 还有女儿在身边知冷知热的照顾 这样他也就放心了 我也不好拒绝 毕竟从我生了小宝 已经三年没给我爸妈记忆分钱了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老公段凯 他这半年被公司派去国外进修 他有同学在物业上班的 让段凯托同学帮忙给爸找个工作 没出三天 段凯就告诉我 让我爸去我们小区对面的别墅做清洁工 正好离我家也近 我爸来的前一晚 我给婆婆说了 我爸要来打工住我家的事 他从鼻子里挤出一声哼 当时我感觉他不太乐意 但是想想 我爸突然住进来 婆婆可能是觉得不太方便 段凯不在家 婆婆一早就出去了 我又带着小宝 没有去火车站接我爸 当台拎着大包小包站在我家楼下 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他板脸的皱纹像历经多年苍苍的老树皮 花白的头发细数无力地贴在头上 脚上穿着的还是我妈给他做的老布鞋 我们家四十一厅 我和段凯住主卧 婆婆住自卧 还有一间书房 一个杂物间 新一天晚上 我已经把书房整理出来 准备让我爸住 把我爸的行李收拾好 又把他带来的一桶新榨花生油拎到厨房 看着墙上的闹钟都十二点了 也没见婆婆买菜回来 我才想 婆婆可能是要给我爸接风 去饭店吃吧 这毕竟是我爸第一次来我家 十二点半左右 婆婆才从外面哼着小店回来了 一进门 就将她东北人的好赏劲发挥得淋漓尽致 哎呀 亲家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都这个点了 也订不到饭店呀 我说 那就一起去外面随便吃点吧 婆婆说 她打完牌 在楼下我阿姨家吃过了 现在睡个午觉去 我只能抱着小宝 拉着我爸去楼下商业街 吃了网馄饨 从我和段凯认识 她就一直说她妈不靠谱 就知道吃喝玩乐 不管别人 结婚后 段凯也一直劝我 别和婆婆一般见识 也没指望她能为这个家做事 我公公宁愿一个人留在东北 也不愿意过来和她住到一起 这也是我一个研究生辞职 专职带娃的原因 一个人的秉性就那样 我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再说 段凯对我那是掏心掏肺的 不管我和婆婆有什么不愉快 她都会维护我 段凯出国前 我就劝过自己 婆婆懒 我就不指望她 自己多累些 尽量不和她发生冲突 免得段凯在外面工作不安心 直到我爸住进我家 我才发现 婆婆远不止段凯说的指示篮那么简单 第一顿晚饭 婆婆给我爸用一次性碗筷 厨房里明明有很多备用的新碗筷 还有搬家时 物业送的两套碗还没有拆封 亲家 你看 你在我家也吃不了几顿 我就懒得费劲给你洗新碗了 婆婆说着 将一只成了热米饭 变了形的纸碗蹲到我爸面前 我爸虽然是农村人 粗俗 但婆婆这话的意思还是能听明白的 我也很气愤 我跟婆婆说得很明白 我爸是来这里打工 不是走亲戚 也怪我 知道她懒 应该自己早点把玩戏好 我爸第一天来 婆婆这话说得她就够难受了 我要是再跟她吵 恐怕我爸连饭都不吃了 一顿饭 我爸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埋着头 扒拉着那碗白米饭 连一筷子菜都没夹 第二天 我就带着我爸去医院体检 尽快给他办理入职手续 白天去上班 省得在家不自在 没从想 我爸去上班了还不行 每次我爸下班进来 婆婆就跟着我爸拖地 走到哪里拖到哪里 嘴里还很客气地嘀咕着 没事 亲家 你走你的 葬了再拖 看着我爸那一脸的囧态 我牙齿都咬得鸽吱响 婆婆平时十天半月没有摸过拖板 就连小宝有时候尿到地板上 他都会绕着走 我爸来了 他倒变得勤快起来了 我爸每次进门 两只小肩在地毯上蹭两分钟 再换上我给他准备的拖鞋 婆婆还是跟在他后面拖地 我实在气不过 强忍着怒火 妈 要不我爸以后进门就赤脚 还没等婆婆搭话 我爸就把我摘进了房间 让我别跟婆婆吵 要是吵架 他就不住我家了 从那之后 我爸回来总说 自己在外面吃过了 晚饭也不出来和我们一起吃了 婆婆竟然假惺惺地说 我这厨艺也不咋地 你爸可能是吃不惯了 我没有吭声 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小时候 我爸 我们一家人 围着饭桌有说有笑 他将我最爱吃的鸡针夹给我 我把油腻的鸡皮丢给他 他跑到学校 将欺负我的男生殉耻 冒着大雨接我放学 他用尽全力 呵护着我的童年 往事历历在目 而此时 他在我家连饭桌都不能上 我爸不想给我添麻烦 自己默默地承受着委屈 为了让我爸安心住家 也为了不让段凯担心 我就没再和婆婆计较 但是他却变本加历起来 那天 我带小宝打疫苗回来 看到我爸的被子 行李 全被挪到了杂物间 杂物间本来就小 现在连下个脚的空都没有 我真的是忍无可忍 重正在午睡的婆婆吼起来 你怎么能叫我爸睡杂物间呢 知道我带小宝回来了 我爸也从物业食堂打了些菜 趁热给我送回来 我和婆婆争吵的一幕正好被他撞见 他使眼色让我回房间去 他自己却低声下气地对婆婆说 哪间都能睡 这间书房我准备练广场舞 亲家 你就住那杂物间吧 那房间都收拾干净了 可比在外面租房子都强 婆婆大声地叨叨着 我听得懂 婆婆每一句都重重地强调我字 房子是他家出的首付 装修也是他们家出的钱 所以我没资格说话 更没资格决定什么 我饭也没吃 生气地带着小宝到楼下晒太阳 刚到一楼 王阿姨看到我们 回屋拿了一把萝卜丸子递给小宝 她还一个劲地让我也尝尝 直夸着圆诈的花生油 就是比超市买得好吃 她看我一脸茫然的表情 又给我解释起来 原来我爸带的那桶花生油 婆婆送给了王阿姨 婆婆说她不喜欢吃花生油 我当时苦笑的表情 如果能拧出汁来 肯定比苦瓜的苦 家里哪盆菜不是花生油炒出来的 婆婆哪里是不喜欢花生油 她只是不喜欢我爸 从家里带来的花生油而已 莫大的耻辱 让我胃里直翻腾 一夜我都没有丝毫的睡意 夜里去卫生间 早午间里传出我爸疲惫的憨声 我默默地流下眼泪 晚上我硬是没憋住 像段凯倾诉了婆婆的种种 她安慰我别这么生气 她会找他妈谈的 第二天早上 我爸就一愤常态 她早早将包子 豆浆给我爸装好 让她带到路上吃 临走还嘱咐我爸早些下班 她今天晚上包饺子 我以为段凯德话起了作用 原来只是场鸿门宴 我离开家半小时的功夫 我爸就被婆婆指认成小偷 被她赶出了家门 这三个月 不管婆婆怎么嫌弃 她明着按着赶我爸 我爸都没有和婆婆正面冲突过 每次他都还劝阻我跟婆婆吵架 这次 婆婆竟然对她人格侮辱 我心里针扎般疼痛 那一就勇满心头 从小 在我爸的保护伞下长大 从没有尝过热风冷雨的滋味 如今我已成人 我爸已衰老 而我都不能给他一瓶米的栖身之处 如果段凯在 如果我自己挣钱 如果 我拉起我爸 让他先跟我回家 他却抓着蛇皮带不肯挪动地方 你不跟我回去 我就在这里陪你到天亮 我抓着他的手 许久 我爸缓缓站起 扛着行李 我知道 他担心小宝会哭 他担心我在这里会受凉 寂静的黑夜 我一手抱着他的胳膊 一手撑着雨伞 雨水混合着泪水流到了嘴里 又咸又涩 回到家 小宝已经睡着 婆婆房间的灯也熄灭了 夜里 我起来几次 杂午间 却再也听不到我爸熟悉的憨声 他应该一夜无眠 第二天 我早早到小区门口的早餐店 想帮我爸买杯热豆浆 对 我是趁老头不注意 将那五百块钱 塞到他晾在阳台上的裤兜里 不用这法子 他过完年还会来 我儿子养他女儿 还得养他 一说白小我就生气 那么高文凭没屁用 一分钱不挣 我宁愿闲死也不给他大把手 关键 我儿子现在还耳根子软 白小告了状 他就批评我 早餐店里 婆婆那炮症声 如五雷轰顶 我心中怒火 在胸中翻腾 你这招也太阴损了吧 也不为白小想想 这是我阿姨的声音 我总算能明白了 这些天 婆婆想着法子难为我爸 肆无忌惮地伤害我爸 就是嫌弃我没挣钱 靠他儿子养了 随便买了点早餐 给我爸吃着 让他带着小宝 我到对面拆迁的小区 租了个六十平的两居室 搬出来的事 我告诉了段凯 婆婆用的那招 我没告诉他 我不想让段凯 无地自容 夜晚 陌生的环境 让我无法入睡 往事一幕幕 电影般在我脑海里回放 如果不是我爸住我家 我还真以为 婆婆只是好吃懒做 他赶走我爸 也让我认清了他这个人 也认清了现实 某人回想起网上的一句 很出动人心的话 十年前 他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 来对待你 十年后 他人会根据你的收入 来对待你的孩子和父母 婆婆瞧不起我爸 揪起根源 是他心里瞧不起我 正如王阿姨所说 他根本就没有顾及我一丝一毫 段凯可以依靠 但并不是我每次都需要依靠的时候 他都在 我必须尽快逼自己站起来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给你爱的人想要的生活 让我爸带小宝 我开始整理简历 幸好 在家带孩子这三年 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 拥有学历和经验 很快 我被一家外企录用 给我爸开小宝的工资 比他做清洁工的工资分贝 关键是 我们再也不用看婆婆的脸色 段凯打电话说 他会回来一段时间 但还会再派过去工作两年 由我爸照顾小宝 我又能重返职场 这样他在国外就不担忧了 至于我婆婆 我也会像我公公那样 对他避而远之 让他找不到话题 永远闭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